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我想观想最重要 因为心态创造不一样的功德 以出家人的身份有处理心 点一盏灯超过再加点一盏灯 所以不是灯的多少 而是心态决定一切 所以为什么佛叫无量功德 因为佛的心圆满 三善根圆满 所以可以创造无量无边的功德来利益众生 也因为如此 我想各位要开始很努力地 把自己的心提升到最圆满的佛心的状态 这个叫一心念佛 所以如果你内心里面有烦恼 杂染 执着 那就没有办法 甚至没有智慧 什么叫智慧 就是说你要看清楚万法的真相 所以如果你喜欢打瞌睡就没办法 因为要非常维系 不然你会觉得它是花 那事实上对于一个修行人 他不是花 花 不名为花 才叫花 意思是说你了解花的本体是空性 然后你再利用花就不会被花污染 这样知道吗 爱情不是爱情 才叫爱情 如果你觉得爱情很甜 很执着 那你根本被爱情绑死了 你根本不能用爱情 因为你会执着 但是观音菩萨用爱情可以 因为它有空性 它的爱情是平等 没有恨的 所以变成慈悲 那可以 这个就是佛教教讲的空性 那当然我们修行并不是出家就结束了 或是持戒就结束了 而是说戒定慧 我们目的是后面这个慧 般若般若密 那为了达到这个圆满的心态 是不是我们要用戒跟定 做前行的方便 但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他就卡在戒律上 叫戒慢 但是你也不能说 那我重视智慧就不要持戒 因为你没有戒做根本 不可能得到智慧 但这个戒就包括 少数的父母 惭愧心 所以我们叫受菩萨戒 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心态 承担众生苦 众生苦 就是我的 就是我该做的 这是我的惭愧心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就像你脸脏脏的 觉得很丢脸 但事实上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你就觉得自己很惭愧 这个叫菩萨戒 而愿意去承担 所以 那你有这个戒基础 然后 来 开始专心 来用我们的心 怎么去利益众生 所以在这一点 可能要花很多心 所以虽然一个小小的替身 那各位就要 就要把 观想 用你的心去观想 虽然它本体是空性的 也就是因为空性 所以它可以变成万事万物 所以 众生要什么就变什么 你要皮肤 你要眼睛 你要钱 你要什么 但是这个方便 并不是满足它而已 而是说 透过这个 假的东西 希望它找到真理 所以 先与欲勾迁 后令入佛字 所以 当然你在家里 如果你自己有空 在刚刚上面念的这个纪文 你要念得很熟 而且观想得很好 再加上 你的了解 比如说 各位现在在印尼 印尼有一两亿人 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他们需要什么 那你就要变成什么 所谓这个 R就是 把我的给你 把我拥有的 满足你没有的 比如说 对方腰不好 那我把我健康的腰给你 对方心脏不好 我把我健康的心脏给你 所以 更重要的是 佛陀教 布施者 什么意思呢 佛陀的智慧是为了布施给我们 佛陀的功德是为了布施给我们 所以我们 修行的功德 要 布施给所有的众生 R 这也是一种 练习 因为你不断地这样练习 才有可能 成佛 有一位信徒问我说 师父 我本来身体好好的 跟你R完以后开始痛 这什么意思 我说不错 你有悲心 那个断腿的 就附在你腿上 让你感受到他的痛苦 因为他知道你有悲心 然后他就说 那这样我以后不做了 那我就说 那你以后不能成佛了 成佛 那你就是真心的愿意 来承担众生苦 那现在给你感受一下 皮肤痛 腿一下酸 你就马上 不做了 那 所以 那佛教不是追求快乐的宗教 佛教 目的是要 承担众生苦 所以你马上做完 好像身体被火在烧 那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感受到 那种大热地狱的痛苦 因为你的悲心 所以 当然各位 爱情是快乐的 慈悲是痛苦的 这是站在世间人 但是站在佛教 那爱情的快乐 最后是苦 那慈悲的痛苦 最后是乐 那叫 正的空性 所以在正的空性以前 都是痛苦的 以苦为始 正的空性以后 是能够融入于痛苦 而不退转 在没有正的空性以前 是安忍于痛苦 所以你必须要 天天安忍于痛苦 如果你喜欢放松放松 快乐快乐 那你去谈恋爱就好了 你去赚钱就好了 但是如果各位 要行菩萨道 那你要 认为24小时都在痛苦 你要做善事 人家会障碍你 做什么 人家都要找你麻烦 因为觉得 你在这个世间 很孤独 很痛苦 那这个就是修行 就像 这些玄奘法师 这些大法师 包括阿提侠尊者 他们要去 求法 去取经 那个时候用生命 多少个痛苦 所以要 经过88种磨难 最后才可以 这一点 各位先想清楚 只是 我们 苦的很有意义 希望你的身体 永远都是替身多 因为天天那边痛 所以我带各位 坐那么久 就希望各位 身体会痛 才叫成功 你不要自私的 我心中好 那你是自私的 这个跟菩萨 菩萨道没有关系 那可能是一种 世间福报 当然可以 你可以得到世间福报 可以多活五年 最后还不是死 但是如果你能够 不断地这样 苦 但是又超越 不断地苦又超越 那最后你才可以 真实达到 消除我之的空性 圆满 知良 最后你才可以 自由自在 不是说 没有痛苦 是自由自在 在痛苦里面 度众生 那这一点 各位要 经常这样想 经常这样想 所以我经常 一个人做 因为 有时候 带大家 我没那么专心 但是我自己 在自己的地方 一块面包 我捏很久 像这个地方最好 你窗户打开 外面都是垃圾 随时有很多鸟 随时有很多蚂蚁 随时 你随时布施一些食物 都没问题 你自己烧 观想 把他尸体烧焦了 慢慢地 慢慢地去布施 最好的烟供 这个 连观想的过程 都是苦 为什么 打瞌睡很容易 胡思乱想 要吊举很容易 但是你要把你的念头 不要打瞌睡 但是你要脑筋 保持非常清楚的状态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可能要 这一次我们强调 观想 这个环境很好 真的很适合观修 千万不要欣赏风景 我觉得这个景 它只是让你静 可以了解 森林里面的 所有的众生 包括这些山神 树神 地上的蚂蚁 空中的鸟 所以有形无形的 这个叫什么 来 鬼神村 所以森林那么多 都是鬼神 鬼道在住的 不是你欣赏风景的地方 如果了解佛法的人 他不会去欣赏这个 现在的人是被这些 被这些现象迷惘住了 所以他去享受这个空气 只是说我们要感谢 赶快利用这个精进 然后呢 不断的来做布施 不断的来开智慧 你要行菩萨道 最漂亮的花 最好的声音 最好的景色 你都要会 像刚刚讲 如果你觉得 现在森林很美 风很好 把这个融入于地狱道 因为爸爸妈妈 这边热死了 冷死了 非常的痛苦 你没有享受的机会 你一切都是为了转 转 把好的转 转给不好的众生 把众生不好的 转到你身上来 那你要一直修 这样的心态 来转移 如果有一个地方 可以不断的做 不断的慈悲 这是非常好的 就像各位放生 不断的放生 不断的施干路 这是一个有违法 但是呢 透过这些 可以修行内在的悲心 透过这些 可以布施自己的执着 因为你布施 那你总要花钱 你总要 就像付体力一样 就会把这个我 消除掉 所以你没有彻底的布施 就像释迦牟尼佛 要千百万次的 布施身体财产 最爱的太太 最爱的儿女 地位 都要完全 这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 也不是观想就可以解决了 观想是策动你的心态 这个心态 让你真实地敢去布施 就像 你一个出家人都要布施 为什么 理头发 因为头发是代表 自己的外表 但是 为什么佛陀要这样做 而且经常叫我们理地 理头里的观光 不断地断 不断地断烦恼 至少你要知道 理头发的目的在哪里 但是哪一天 你照镜子 我这个头发不错 你又完了 因为你又要开始执着了 佛教里面 就是叫你 哪一方面你都不能执着 但是如果你要讲 庄严就可以 今天我不执着 我可以变成丑八怪 但是我所有的一切 是为了庄严佛法 为了利益众生 而不是显现 我自己 唱得好 讲得好 身材好 哪里好 穿得好不好看 就像各位现在穿这套衣服 算了 这辈子就穿这套好了 你会出不了门 人家问你 你穿睡衣出来 你参加儿子婚礼也穿过去好了 全部人都问你穿这套干嘛 因为它就是故意灰色的 我们以前是 青色加灰色 就代表 已经算很旧了 叫青灰色 现在是纯灰色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代表一种 一种败坏 所以不好看的颜色 就实时把这个不好看 弄在身上 只是现在时代变了 反正连拿个练柱 都要找个好看的 当然如果为了别人 可以 我这个庄严不是一种贵 而是我念的 念得很认真 来送给别人 那是可以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没有出离心 就有句所谓修悲心 那是骗人的 所以帮助别人之前 一定自己先放下 如果你没有放下 你就说 我去帮助别人 最后你就会 就算出家也会还属 因为在这个出家 菩萨道 女人 男人 金钱 地位 这些你没有看清楚 就去追求这个 的时候 这个叫用世间法 在经营佛法 然后就会变成佛教乱象 所以这一点 一定要各位 要看破自己 我们叫不静观 所以唯一的意义是 可以奉献给众生 钱是不要的 但是钱唯一的意义是 可以去帮助众生 这还有钱的必要 但是钱被偷了 你也不会怎么样 为什么 随缘 因为对我来讲 一块钱跟一亿美金 是没有分别的 一亿我就做多一点 一块钱我也可以做 但是一亿被偷了 随缘 因为我的心还是没有变 那各位要把 我刚刚讲的这些状况 做观修 所谓一个自在的心是 你到底怕什么 你现在要想 你到底怕什么 你现在为什么不能出家 你不能出家的理由是什么 你有你的理由 心态的问题 个性的问题 金钱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当然有些人找我 师傅我要出家 你为什么很多人 不让我出家 问题在你身上 你出家 你跟谁合得来 所以你跟自己都合不来了 你跟谁合得来 所以为什么 这个也叫 不放下我职 虽然外表要出家 但是内心里面 他很强烈的自我意识 很随性 而不是按照佛性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个性 所以你出家 当然跟别人也合不来 因为这个你放不掉 所以我们就要放下 放下再放下 连那个我都没有 所以我想做这个 私食也好 做烟共 燃烧 我们都会 一直用最香 一直想办法 最好的味道 要布施给众生 那我想 各位念的时候 要加上 就像你要跟这个人讲话 诶诶诶 就是说 诸有众生类 不能光念在嘴巴 也就是说 你要感受到 所有众生 你在跟他 接触他 就像 人为什么会快乐 中秋节 如果跟爱的人 跟家人在一起 你会觉得很踏实 过年的时候 如果儿女都回来 在妈妈的家里 妈妈会觉得很踏实 那这个感觉 有个是错觉 一个是正确 错觉就是 世间的家庭 情爱 那个是错觉 骗你的 那佛教里面的正觉 那是因为 你感受到 你跟众生是一体的 你唯有在帮助众生的时候 你心里才会 平静 所以诸有众生类 所以土地里面 有真实的土地功 土地里面 有各种的雾名 虚空 河边 海边 你都要感受到 他们的存在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有人问我说 出家要干嘛 我跟他说 你一出家开始 你不能躲在房间 打坐 看经典 你跟别人 如果合不来 你是个孤立的人 你就不能出家 在大秤是不适合的 大秤是 你一来出家的时候 这里面有十个人 很难搞 但是我跟十个人 你很难搞 那是你的事 我对你服务 我对你微笑 我主动 想要去接触你 关心你 回向给你 你要有这个个性 你才叫大秤 如果你没这个个性 我发觉很多人出家了 自己弄一个地方 自己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这个我不跟他讲话 自己在山上 找一个金色 天天面对自己 美其名叫打坐 但是事实上 这个都是离开大秤佛教了 大秤佛教的定 早上我讲过 恒河沙三昧 是我如何下地义 我如何下二轨道 我如何跟所有动物在一起 也就是说 大秤的空 是在你跟众生合在一起 而体悟空性 为什么 因为没有众生 没有世界 没有我单独的存在 这个叫空 空是一种悲心 空不是一种消灭 但是这个悲心里面 却没有我 所以叫空 慈悲的本体是空性 空性的行为展现是慈悲 各位跟你的感情不一样 感情是你跟他在一起 你才快乐 那不空 因为有个执着 他不在了 你就心情很不好 所以你会觉得 就像我们当时候要出家 当然太太家里 不要我出家 但是我那时候像死了一样 我觉得说 或许吧 他们我离开他们 他们好像没有感情 没有爱情 会觉得很苦 但是居然要我 为他一个人 牺牲我爱众生 进入众生的这种机会 这样听得懂吗 百千万亿的众生 在那边死来死去 苦得要死 但是他却要拉着 我跟他谈恋爱 谈一辈子 你要这样想 如果你不这样想 你走不开的 你会觉得说 我离开我太太不好意思 我离开我儿女不好意思 问题是外面 那几千人都被火在烧 我们这里面有冷气 你说老公你不要出去 我们这里面冷气很好 外面很危险 所以自私 障碍别人出家 障碍别人发菩提心 生生世世 瞎子 瞎上二道 注意哦 注意这条 所以如果有人 是正性要出家 你去阻碍他 你一定 对你非常的伤害 因为 他是要去利益中生的 他要去表法 十二因缘法 四圣剔的 他一个正性的出家人 光走在路上 佛陀那个时候 没有看到 出家人 这个世界就没有佛法了 对不对 佛陀看到老病死 第四个门 看到一个出家人 所以他才 才升起来 哦 原来要出家 这个世界才有佛法 所以我想各位在 嘴底要想得很深 想得很深 所以 希望各位看到什么 你都要有想法 你如果看到什么 没想法 脑筋是没有用的 比如说我看到各位 我可以想 讲十个钟头 二十个钟头 不是我爱讲话 是因为你的心态 告诉我某一些事情要讲 因为你卡在那一点上面 所以 当然要有一个悲心 如果没有悲心 我根本不知道你想什么 但是知道你想什么 一定要帮你忙 不然 知道而不帮忙 那反而不慈悲 所以 当然最聪明的方法是 各位要自觉 找出自己的问题 我想各位是在家人 我们是出家人 或许你们认识我们好几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你们心里都有一个算盘 这个法师有没有进步 对不对 这个法师还是依然雇我 心里大家都知道 所以 所以身为法师的也要很小心 而不是说 我很喜欢出家 但是你出家以后 你到底 有没有让别人看到你 和生起对法的信心 因为你在进步吗 还是说 这个法师不要跟他讲话 等一下他骂我 这个法师不要跟他讲话 免得跟我要钱 又要改了 改不完的改 所以 甚至又要骂人了 所以 我这样讲的意思 就是说 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既然我们美其民在修行 修行就必须对 万事万物的了解 所以念下来 一切法 必尽空 这样听很简单 那对一切法 你都要去接触跟了解 了解它的本体 叫一切法 而不是念在嘴巴 四诸法空向 那不是一个理论 那你念了四诸法空向 你要两大阿僧 奇迹去体悟这个空向 被砍 被杀 让你做皇帝 强奸你 你要面对各种的变化的法 这里面去超越自我 叫四诸法空向 不可能说你今天是大学毕业 很会读书 很会解释 那你解释的问题 这个东西跟你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面没有 看到 诸法的本体 你还是有分别 对你好一点快乐 对你不好一点痛苦 所以 因为你的心态 所以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去摸索自己 或是讨论 你可以把你的心态 如果有机会 下午的时间 大家比较轻松 应该要去讨论 我的心态 哪里有问题 那有这么多法师 或修行者 大家可以帮助你 我很怕我老公不在 我很怕我儿子不在 我很怕我老了 所以 我很怕生病 那这些东西 都是一种执着 因为你不接受它变化 就是怕 你能够体悟它的变化无常 而且现在你 二十岁你已经知道 我九十岁要干嘛了 所以我现在是活在 九十岁的心态 那可以 那叫成熟的心 对于生老病死 完全体悟了 而且死亡以后去哪里 我也 也这个东西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所以因为为了果 所以我在因上很努力 也为了不堕落三恶道 所以我要持戒 也为了要往生净土 所以我要做什么 那往净土干嘛 净土也是个方便 净土的目的是成佛 那成佛的目的是度众生 那你现在每天关起门来念阿弥陀佛 都不理人家 不布施 你这样不符合大乘佛教 因为你是个孤僻的人 成佛的目的是要度众生 那你现在不跟众生一直结缘 那你怎么度众生 什么叫结缘 忍辱 付出 不失 不叫结缘嘛 就像各位去结缘 丢下去了 你跑回来 你怎么没有跳下去 因为你说 那个是烧 又不是我去烧 但是你要观想 自己我刚刚讲过 自己被烧焦了 自己被烧 老实说 等一下你去剪一丑头发 烧烧看 味道就是不一样 人的尸体跟人的皮肤 烧起来的味道不一样 所以你要一直这样观想 一直这样观想 有人要被烧 我来替他被烧 有人要被砍 我来替他被砍 有人要被断崖 我来替他 所以这个替身也好 撕身也好 那你就要一直一直做这样的 观想 而且自己大奉献的功德 要布施给众生 感动众生 诸有众生 类在土界众生 被你感动 本来有人要掉下去的 跌楼梯的 不小心断了腿的 但是你的布施 感动了这些鬼神 空中的 土地的 你感动他 所以这个就是 佛力的加持 如果你的心跟佛相应 该发生的灾难 不发生 特别我们 受戒的功德 回向 那各位要一直练习 心入法界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照 当然 那个阶段叫 法界体性质 什么叫法界体性呢 一切法的体 本体 都是平等空无自行 人也好 舌也好 木头也好 是绝对 没有分别的 那你已经 进入那个状态 所以 就像一个人 修到空性 他可以穿个这个墙壁 你认为说 有墙壁 那我认为说 有身体 所以就穿不过去 这样子吗 如果你已经 断了贪身吃 震到罗汉 你可以这样穿过去 因为身体不是我的 墙壁也不是真实的 你就过去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 有一个墙壁 或有一个我 在心情好 心情不好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为了这个 你要想尽办法 让自己 完全融入 就像各位 打坐的时候 打坐到 好像 没身体 没身体了 现在在哪里 也忘了 因为 你专心的 进入了 佛法的 那个思维 你进入 那个状态 慢慢 慢慢 各位去 一定要去练习 原来 什么身体 痛都不怕 如果你有这个习惯 你不怕癌症 癌症 赶快入定就好了 因为身体 不是我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 身体是你的 你永远在痛 这个各位 不得不练习 你因为 古时候的 老和尚 他没有在看医生的 因为 不管他生什么病 他们入定就好了 所以 用入定 来调习 来改变 但是他们不是 现在人是依靠药 就像开车 如果没导航 每个都不会开了 因为你已经 依靠 依靠这些东西 但是修行 它就让你要恢复 恢复你本 本觉 归佛 归法 所以一定要看佛经 思维 佛的 佛心是什么 本体是什么 你要按照心经 是诸法空向 是诸法 你要一个一个 去分析 没有一个可以打倒你 没有一个可以染着你 因为如果你分析 红色我喜欢 白的我不喜欢 男人我喜欢 女人我不喜欢 这个皮肤漂亮喜欢 那个皮肤丑我不喜欢 你又在这上面赚了 那就没办法 所以当然了 如果各位问我说 出家要干嘛